这个保险柜是扳开着的 里面的钱大部分都没有了 但是他还给我留了几千块在里面 可能还有一点良心 打开保险柜里面的钱几乎洗劫一空 重要证件也被拿走 当时他这个钱包里面有我的身份证 还有银行卡 他把这两个东西拿走 不只偷开保险柜拿走银行卡 连挂在墙上的包包都不放过 上面有几个包包 但他只拿了一个平价包包 还有一个过期的威士忌 该说是嫌犯太笨还是良心发现 只偷了平价包留下精品包 拍下影片的女子控诉 在菲律宾遭到一群中国男子 以工作为由又骗到酒店 结果却将他洗劫一空 有两个中国男的抱压在地上 跟我要钱 他们还问我你的疑人是什么 我吓死了 难道就要这样死了吗 差点被撕票 女子交出银行账户和自家钥匙 损失钱财约十万台币 手机还被对方抢走 拿着我的手机 逼我跟我朋友借钱 会使用我的社交媒体 去绑架其他人 后续重办手机登陆社群 看见绑匪群组的犯案对话记录 还互相提醒要记得戴面具 我国外交部强调 绝非毫无作为 而女子为了工作 独自前往异乡遭到抢劫 成了一辈子的噩梦 三地新闻终合报道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